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金邊身後面的建築物 就是2023年東南亞的運動館 這個運動館好像一個帆船 正正是中國政府援助柬埔寨興建 但這裏其實都比較偏遠 這裏距離金邊有20公里 附近有金邊的動物園 亦有一個水上樂園 都會帶大家去看看 如果你問我的話 如果投資來說 我覺得就一般 因為始終就是Location Location 你想想距離金邊市沖深20公里的時候 的確是一個非常之遠的 帶大家在附近再看看環境 今天講到柬埔寨新國家體育場 其實是中國提供1.6億美元去援建 算是一份很大的禮物送給柬埔寨 因為柬埔寨和中國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友好的關係 在去年2021年9月12日 就進行了移交的儀式 當日除了雄心總理出席之外 也有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都親自出席 而這個國家體育館 其實在2021年8月份 其實已經完成了 已經是完工的了 其實它的位置在金邊東北的近郊 剛才說了 距離市中心15至20公里 工程的合同額 去到9.25億人民幣 佔地面積有16點多公頃 而這個體育場總建築面積有8.24萬平方米 能夠容納大約有6萬名觀眾 而這個體育館 是中國政府直至目前為止 對外援助中亞規模最大 緊級最高的體育場 是一個綜合性多功能的場所 建成之後 會作為2023年東南亞運動會的主體育場 同時間 也會成為金邊市民健身運動的中心 其實體育館很像一手帆船 當然是一個專門的設計 象徵著中國和柬埔寨的傳統友誼 就像陽帆軟寒 遠遠留長的意思 到2021年12月 總理雄心和中國鎮埔寨大使王文天 出席柬埔寨國家身體育館場的慶祝典禮 你會看到在場多麼多人 多麼熱鬧 當你去到現場環境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建築物是很巨大的 在柬埔寨來說 樣樣都大 在市中心來說 喝杯咖啡 那座椅的餐室都很大 他們每個建築都很大 可能因為地大 而其實他們那些金邊人 住的家都是特別大的 好,帶大家看看這個附近環境 我們先看看 這個其實是可以容納到六萬人的會場 這個 非常之震撼 不知道我是否第一個香港人 到東南亞運動館 好,繼續去留意我添笑的頻道 來後五月的話 如果你有興趣過來柬埔寨考察的話 記得PM我 我們正在安排這個考察團 OK